现在是疫情很严重的阶段 每天都要用温度计测量体温 每天都要测量 每天都要测量 我们家用的是这个米家的iHealth这个体温计 可以测体温 多少度 36度 但这个温度计呢它有一个毛病 它就是它的温度测量范围是35到42度之间 它只能测体温 这些测出来都是无法显示的 但是我们刚才上网查 它有一个隐藏的功能 我们现在来操作一下 第一步先把这个电池拿出来 第二步是按住这个按键 按住这个按键 我用手按住这个按键 我开始装电池 CAL 一个什么小点子杀 现在已经可以测这个温度了 现在正在烧的鸡汤是 外面是81.7度 现在就可以测空气温度了 25.5度 风气温度 25.2度 解锁了这个iHealth的一个 晒功能 预测不算